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从没见过这样的神父 居然穿上僧衣,敲着沐鱼 三两下便将来寺庙惹事的流氓打得劈滚尿流 身后的住持大慈大悲,咳了一声 示意神父见好就收 神父闻言放下沐鱼 流氓见状却下令手下沉浸围攻 怎料神父少林金钟罩上身 赤手空拳,玩家两招飞毛腿 便将剩余的流氓打了个落花流水 流氓头子求饶 神父却抬头看了眼天上两道交叉的伟绩云 认为这是佛祖和上帝的指示 紧跟着便是一顿流星全辉来 直接将流氓头子送入地狱 这位不像神父的神父便是海日 做完流氓后,事情闹到了警局 流氓装可怜,指控神父单方面殴打自己 海日先是抄起刚吃完的古汤盆子 砸向流氓头子 再让寺庙住持摘下藏在眼镜里的存储卡 里面录下了流氓今日在寺庙的所作所为 原来流氓是某位应援的打手 今日去寺庙是威胁住持卖掉这片土地 有了视频证据,流氓们统统被抓 住持们感谢海日的出手相助 海日谦虚一笑 诚挚恶行不分宗教对他都只是举手之劳 教堂里的小服侍小妍和海日一起吃辣年糕 发誓往后要成为像海日这样正义感十足又超猛的神父 这天,教堂举办过世神父的追思弥撒,小妍也来了 海日注意到,小妍的脖子上有道红印 看上去似乎状态不佳 弥撒过程中,海日毒舌不断 向信众宣扬自己的正义观 认为只要犯了罪,无论权力大小都该受到平等的惩罚 这是海日对正义的信仰 怎料说话时,小妍忽然身体不顺,晕倒在地 海日赶紧将男孩背了出去,送到医院 小妍患有天生的心脏病 此次更是诊断为脑损伤 醒来的概率非常低 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小妍 海日的思绪被拉回至多年前 那时,年幼的小妍初次来到教堂担任辅事 成长的这些年,和海日一起在教堂生活,玩乐 二人的感情早已亲如兄弟 回想往事,海日忍不住眼泛泪光 好友大容向海日透露称 小妍真正的休克原因,竟是药物中毒 作为海日的至交好友 大容白天是虚张声势的重案组组长 到了晚上,便是与海日一同对抗不意的夜行侠 当然,海日和大容都不相信单纯善良的小妍会服用不良药物 为调查真相,大容领着海日来到警署的稽查药物组 海日提供自己的思路 建议警员从小妍的社交账号查起 然而查了一圈发现 小妍的社交动态十分平常 完全没有任何与药物相关的线索 就在这时,大检察厅的药物调查部前来 扬言要接手与小妍有关的药物案 大容无法理解 一般来讲,只有大宗的药物交易才会惊动检察厅 海日也觉得不对劲 类似的药物稽查原则上该由地方去调查 大检察厅此局简直是杀鸡用牛刀过河场里 和大容一阵头脑风暴后 海日怀疑,检察厅这么做是想掩盖某个见不得光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海日查看相关新闻 果然看到,有关的报道已经被删除 这无疑印证了她的判断 这起案件的背后一定有猫腻 为还小妍清白,海日来到男生就读了中学 然而在学校里,海日听到的,看到的 全是同学们轻信谣言,对小妍满是恶意的评价 海日顿时大吼一声,再擦去小妍桌上的咒骂涂鸦 陌生人或许会误会和指责小妍 但她希望面前朝夕相处的同学们能对小妍有着基本的信任 海日离开时,一个男生叫住了她 男生是唯一一个相信小妍的同学 告诉海日说,小妍出事的前一天曾打电话联系过她 当时小妍说自己的手机被人抢走 并在电话里不断重复着某个人的名字 海日向男生表达感谢 与之同时,也行侠大容也查出了线索 昨天,大容拜托送货员松萨克帮忙 让其在送货时发现可疑之人或奇怪的动静全部拍下来 松萨克是来自泰国的青年 如今是韩国中餐馆的送货员 也是海日与大容正义联盟的盟友之一 这招广撒网的方法果然奏效 才一天功夫 松萨克和一众送货员们骑着小电驴六遍首尔酒坛区 拍下无数人交易药物的照片 为了找出照片中可能将药物拿给小炎的人 隶属于海日正义联盟的盟友们集体出动 各自蹲守监视照片上的不同地点 一晚上下来,果真有收获 盟友之一注意到 一位中学生将一包药物藏在了某个角落 当晚,中学生回到基地 高高兴兴地和同伙们分钱嚣张 此时海日来了 大吼着小炎同学所说的名字 这时,饭药团伙中的一个男生走了出来 海日看到男生的脖子上挂着自己送给小炎的耳机 意识到面前的男生便是造成小炎休克的罪魁祸首 海日二话不说,竖起兰花指 直戳男生的命门 在三下午除二将男生手下的小混混们打得稀巴烂 面对强大的对手 男生不得不说了实话 原来前阵子男生卖药,却恰好被经过的小炎看到命拍下 小炎当场逃走 男生却从其不慎落下的试卷上发现他的名字和学校 为了阻止此时曝光 男生不仅毁掉了小炎的手机 甚至逼迫小炎吃下一颗药物 海日质问想知道药物的供应方身份 男生不肯交代 认定信仰上帝的神父不会胡来 说的没错,神父不能杀人 海日选择悄悄用眼神示意大荣 然后开始发疯 一个劲的开始铁头碎大砖 望着眼前疯狂的不像人的神父 感到害怕的男生终于老实交代 并说出一个药物供应商的名字 当晚,海日和大荣便来到供应商的老巢 二人一阵默契,一团乱动 分分钟便将供应商手下的小弟全部打趴 紧跟着指一招便将老大制服 夜晚,海日和大荣一边悠哉悠哉 享用着爆米花,一边戏耍式的审问供应商 最终从供应商口中得到一个和釜山有关的网名 据说双方在暗网上交易 这个网名也是供应商仅有的情报 海日一行人离开了同时报了警 紧跟着来的是大检查厅的药物调查组 调查组一看,药贩们已经被捆成一团 药物等证据全都摆得整整齐齐的 而楼下是疯狂抓派的记者 深夜,海日来到医院看望仍然昏迷不醒的小爷 祈祷主能令男孩度过此次劫难 回到教堂,心中难过的海日击败了自己尊敬的老神父 他询问盟友们,假如是过世的老神父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呢?话因为落盟友们便齐刷刷战绩 大家都知道,海日每次说这话 都意味着将不顾劝阻,执意去做危险的事 果然,海日问盟友们,既然是和釜山有关的网名 那便说明那人就在釜山吧 趁各位盟友大呼小叫乱作一团时 海日悄悄溜出门,继而来到釜山 在这里,他要找到并消灭罪恶的源头 本期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